大家好,我是Wally 歡迎收聽安部籃球快訊 CBA季後賽第一圈的賽事 本週二,4月16日晚上7點35分 將會迎來上海大鯊魚 迎戰北京霹靂鴨的系列賽Game3較量 頭兩戰,雙方各自贏了一場主場的一仗 足以看出主場優勢在季後賽中的重要性 考慮到上海大鯊魚近四次迎戰北京霹靂鴨大獲全勝 相信上海大鯊魚今仗能在主場贏球晉級 上海大鯊魚今季常規賽主場戰績為19勝7負 比起13勝13負的作客戰績 他們主場表現自然令涌等門飲得杯落 在Game1主場出擊 上海大鯊魚全隊5人得分上相 貧值著當中的外援球員比迪梭爾個人獨得41分 最終以14分的優勢擊敗北京霹靂鴨 但是去到Game2作客的賽事 上海大鯊魚表現的確令人較為失望 正選只有王哲林和比迪梭爾狀態正在當中 並且在每一節比賽都被北京霹靂鴨壓著來打 最後去到整個Game2的系列賽只有失利而回 好消息的是後備出戰的王天榮 在系列賽頭兩場中發揮可圈可點 作為王哲林和比迪梭爾之後的第三號得分手 他的發揮自然至關重要 考慮到他們已經連續四次在主場擊敗北京霹靂鴨 金將絕對有理由相信重整旗鼓的上海大鯊魚 能夠在主場再度取勝 另一邊商方面北京霹靂鴨在Game2 打出了一場非常經典的勝利 他們今季在常規賽平均得分只有僅僅可年的100.8分 而且進攻效率只是排名第14名 而Game2他們竟然能夠得到116分 相對來說是高的得分 有一定的運氣成分加持之下 當然也有主場觀眾所帶來的壓力 因此在Game2的勝利對於北京霹靂鴨來說非常之重要 在Game2北京霹靂鴨的國內正選球員方石之外 其他球員表現都不是很好 如果不是馬古斯基里交出37分 7個籃板10個助攻的全面數據 北京霹靂鴨未必能夠在系列賽來到Game3 但儘管如此 北京霹靂鴨近年面對上海大鯊魚都是輸球巨多 雙方最近7次交手 北京霹靂鴨在數據上只取得2勝5負的戰績 而且其中兩場勝仗在主場所獲得 有見及此 北京霹靂鴨今場輸球難逃厄運 北京霹靂鴨 甲府 anywh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